大家好,我是虎哥 在澳大利亞位於金伯利的一處高山懸崖上 人們發現大量奇特的洞穴岩畫 這些岩畫非常古老 很多都創作於上萬年前 最新的也有五千多年的歷史 更神奇的是 在一組被稱為萬迪拉 也就是天空之神的岩畫中 有很多白皮膚、大眼睛、戴著頭盔的人 跟我們現在所見的宇航員形象極為相似 很詭異的是 淡地居民一個個都是皮膚幽黑 還處在靠瘦皮、樹葉、遮羞的原始階段 他們到底參照了什麼 創造了這些奇特的岩畫呢? 難道畫中那些神的形象 就是遠古時候就到訪過地球的外星人嗎? 難道是原始人曾親眼見到 那些外星宇航員從天而降 於是將他們的形象刻在了岩石上? 更詭異的是 繁衍全球從撒哈拉沙漠到澳洲望遠 從美洲大陸到古印度和古代中國 世界各地雖相距遙遠 但都不斷地發現了這麼一些個古老的岩畫 它們同時都出現了這種類似於外星人的圖像 這種奇特的一致性 難道僅僅是一種簡單的幻想和巧合而已嗎? 虎哥今天就帶大家去那個遠古的世界 看看那些個史前文明的岩壁畫中 究竟蕴含了怎樣的玄機 或許在你看過這個視頻之後 會開始質疑我們從小就被灌輸的生命進化論 而一個更為先進的地外文明 可能曾經就在我們這個星球上居住過 好吧,話不多說,我們出發吧 1933年,駐紮在薩哈拉的一支法軍偵察隊 進入了塔西里山脈的一個無名峽谷 誰也沒想到 在這個歡無人厭的峽谷石壁上 竟然發現了長達數公里的壁畫群 薩哈拉的岩畫很多都有上萬年的歷史 卻繪製得美妙絕倫 人們可以看到長頸鹿、鯉羊、水牛、鴕鳥和大象 聚集在一起的精美畫面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 在這些幾千上萬年的岩石壁畫中 卻夾雜著一些非現代的神秘人像 畫中的人像戴著圓形的密封頭盔 穿著厚重笨拙的連體衣 這些人像與我們現在的宇航員有著驚人的相似 這些笨頭笨腦、專屬奇怪的人不是一幅 而是有很多幅大鏈的出現 這就讓人們不得不感到震驚 考慮到薩哈拉引畫在具體風格上的寫實性 人們很難想像這樣的畫面是史前人類的即興之作 那麼這些大源頭的奇特形象究竟是什麼呢? 又是誰將這些圖形雕匯在此? 當地部落的長老告訴來返的科學家們 這些壁畫是他們祖先留下來的 那上面畫的是個叫做偉大馬斯的神 在當地的傳說中 那些古老的神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到來 寄予祖先們食物和火種 還教會他們用奇怪的符號來記載每天發生的事情 但是神在一次飛天生計之後再也沒回來 祖先認為是自己的心不夠虔誠 才使得這些尊敬的神去而不乏 於是他們就將這些神的畫像雕匯在石壁之上 讓後人永遠地感激神帶來的一切 這不禁讓我們想起 我之前在《神是外星人》那一集裡解讀的太平洋島民的案例 清潔初期的一致 難道這些部落人在岩壁上刻畫的神 真的就是他們在上萬年前就目睹的一個高科技的文明 就像太平洋的原始島民 親眼目睹了二戰時的美國大兵一樣 印度山洞中的灰色外星人 2000年英國的一支考古隊 在印度恰蒂斯加爾班的洞穴中發現了幾幅壁畫 引起了社會的廣泛討論 在那些壁畫上 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出 岩畫中的人物形象和人們心目中的外星人形象極為接近 都有巨大的腦袋、尖尖的下巴 當然還少不了爛栓佔據半張臉的漆黑眼睛 除了外星人 畫上還有一個飛行的碟撞物體 其上面還有一個圓頂 和我們如今偶爾發現的UFO何其相似? 另外 在這個宇航園和飛碟之間 還有一個奇怪的螺旋形狀的物體 反复是蟲子的助動 也許是在告訴人們 這些外星人是如何來到地球上的? 經過對岩石風化的程度、創作手法、地理位置進行研究 專家們推測這些岩畫應該有1.1-1.5萬年的歷史 這讓人不得不好奇 萬年前的社會應該是非常貧窮落後的 為什麼會有搜尋外星人的技術呢? 當地村莊還一直流傳著一個奇怪的傳說 曾經有一群被稱作羅黑拉的怪人 他們經常伴隨著藍光出現 而只要他們一出現 村莊中就會出現青鑽連或者牲口失蹤的事件 遠古岩畫幾乎都是以祭祀為目的而創作 所以這些岩畫肯定是遠古人類曾看過的一幕 那麼遠古人類看到的這些 跟外星人形象很相似的人 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 是當時降臨地球的外星人嗎? 而村莊中流傳的伴隨藍光出現的羅黑拉人 又跟他們有什麼關聯呢? 1838年在澳大利亞 一個被沙都掩埋的岩洞被人們發現 震驚了考古街 岩洞中的岩壁山刻滿了讓人難以理解的圖案 這些古老壁畫很多都有一萬年的歷史 最為奇特的是一些異常巨大 可高達6公尺高的石壁畫中 出現了大量被當地居民叫做萬迪拉的人 他們的形象非常怪異 與淡地黑皮膚的居民不同 他們都是白色皮膚 而且都有兩隻巨大且漆黑的眼睛 大大的圓頭上戴著密封的頭盔 有些帽子上還有像天線一樣的東西 身上穿著臃走的宇航服 這種萬迪拉的形象和影視作品中的外星人形象 即便不能說一模一樣 也可以說是相差無幾了呀 根據當地最原始的神話 萬迪拉從天而降給淡地帶來了秩序和實物 並教會了他們使用各種工具 萬迪拉在當地語的意思就是天空之神 這些神從雲端下來也最終回歸到了天上 但他們完成地球上的所有任務後 就消失於岩石之中 岩石就如同一扇門一樣把他們送往天堂 所以人們把那些神的印象也描繪在了岩石上 許多部落的人都說萬迪拉已經回到了天堂 因此人們在夜晚可以看到他們一光的形態穿梭於天際 那麼這些萬迪拉的形象是否就是當時的外星人呢? 或者遠古時期真的就發生過一些現代人無法理解的事情 又或者我們在鼓鼓尋找的外星人 其實早已經在遠古時期就降臨過地球 西伯利亞的外星人壁畫 近年來西伯利亞出圖了一些史千人壁畫 讓科學家眼前一亮 據考古測算 這些圖案由5000多年前的史千人類所作 圖案顯示出多個頭部和身體都張有腳和羽毛的神秘人類 並且還使用紅色、黑色和白色三種色調來描繪 科學家通過智能軟件重塑了史千人的壁畫藝術 於是一幅精妙的外星人形象展現在我們面前 不過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畫面中的外星人模樣 比我們現在構想的外星人還要奇怪 其想象力似乎比我們現代人還要豐富 在那個時候人們都處在原始年代 每天都在尋找食物以求填飽肚子 不可能有如此豐富的想象力 所以這些畫很有可能是史千人根據現實所畫 如果是這樣的話 外星人似乎曾經真的盜訪過地球 中國荷蘭山的宇宙人形象 在中國臨下省境內的荷蘭山脈各個山口之中 存在成千上萬的岩畫 其中有一組名叫太陽神的岩畫 是荷蘭山岩畫中最神秘的 據研究 這些畫具有七千多年的歷史 畫中能夠看到頭戴圓形頭盔 身穿密封宇航服的人 最令人驚叹的是 荷蘭山南端的一幅壁畫 畫面左上方有兩個旋轉的飛碟 飛碟開口處 一個身穿宇航圓的人正飄然而下 而考古學家一般認為 史千的藝術創作完全是寫實的 所以這可能是外星人在荷蘭山一帶出現時的 生動描寫 美國美蓮草峽谷壁畫 在美國優他州美蓮草峽谷的沙岩峭壁中 能發現這些壁畫 我們可以想像 在八千年前的游牧民來到美國西南打獵 採集植物並住在山洞里 然後留下了這些如同外星人般的圖像 這些人物形象十分寬大 圓圓的大眼睛都是露空的 有時候頭上還有觸角和天線 有些人的頭上還帶有圓形的頭盔 服飾也依舊如同年體的宇航服一般 如果這些壁畫的年代真的如此久遠的話 當時的人類文明還處於萌芽狀態 還沒有脫離盲荒 人們在當時的環境下 每天的事情就是狩獵和找尋食物 哪有什麼閒功夫去開發這些避風式的頭盔呢? 也絕對不會超越時代 想像出這樣的設備 答案或許只有一個 那就是這些遠古人類 遇到了來自天外的萊克 這些萊克就是傳說中的神 當然除了以上所說的 還有大量的類似神秘洞穴壁畫 散落在世界各地 比如這就是會於公元前一萬年的 意大利洞穴壁畫 也沒有很像外星羽化園 這張洞穴壁畫是不是很像飛碟呢? 總而言之 世界各地都出現過很多 類似於UFO和宇航園的遠古壁畫和雕刻 所以很有可能 外星人曾經在遠古時期拜訪過地球 宇宙這麼大 生命也應該在宇宙中是非常普遍的形式才對 如果真的只有人類是宇宙中的唯一的智慧生命 那麼反倒是更讓人細思極恐啊 不過為何遠古時期的外星人頻繁出入地球? 如今卻鮮少露面了 而且科學家們苦心了半個多世紀 也毫無任何線索 虎哥以後將會對這些關鍵的問題做專門的講解 好吧 今天就到這裡 喜歡這個視頻的話 記得訂閱虎哥的頻道和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到虎哥的最新視頻了 我們下集再見吧 請問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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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